36. 信報財經新聞 聖夏Fusion菜泰式酸勒蝦麵 2015年7月4日飲飾食 C.十二美食教主陳春燕俗話說食過五月 寒衣收入籠 端午節後就是夏至 正式踏入最嚴熱的季節 太陽高高掛 要驅散酷熱暑氣 森人森皮的冰涼食品必不可小 不過在四季如下的東南亞國度 如液反而吃得如辣 其實中醫也認為夏季飲食應要減苦增身 因爲新主發生 有助消散體內熱氣 Denis就結合東飲宮與意粉 開胃野味的 以太Fusion菜一解食肉不振的問題 出身自廚藝世家 Denis寄精於烹飪 同時也是個不折不扣的食家 遊歷世界各地上片各國風味 因此其烹調風格兼具眾勢之長 他表示 泰國菜的香料和西餐容易配搭 如果喜歡的話也可以中式麵條或日式蕎麥麵代替 泡製自家Fusion菜 食材配搭曉妙冬飲宮三字分別解作煲 混合香料及蝦 正宗的冬飲一定要有齊香茅 青檸 檸檬葉 辣椒 南薑 泰國羊 在座以魚爐 草菇 肉雷等配料 泰國人家家戶戶都有自己的冬飲配方 Denis今次故意只加入香茅 青檸葉 檸檬汁 辣椒粉和番原衰 平衡以太口味 上泰式風味濃厚 有一點可將檸檬汁及辣椒粉 換成青檸汁與辣椒仔 酸辣鮮甜的味道正好 切合下日菜式清爽不油膩的要求 Denis又分享道 除了蝦也可用海鮮集會 只要根據各種海鮮的烹調時間依次加入 魚帶子比較易熟就需要遲一點樂鑊 食材組合不但會影響味道 作用也會大大不同 有人以吃辣抗暑氣 亦有人愛吃辣抗寒 重點正正在於搭配的食物 例如東南亞的新辣菜式 多用上海鮮或蔬菜等比較清爽的材料 可讓皮膚發汗解暑氣 但四川、雲南或中國北方側上 以辣配上高脂肪的肉類 軟移由體內而發 食用外敷街而平時品上冬任宮 湯匙一定避開難以嘴咀的香茅 今次Dennis及指取中心最亂的白色部分 入口亦不覺粗糙 原來香茅的用途多多 既有發汗解液、增進食慾、刺激腸胃餘動等食療 外用還可除醜俱從 難怪身為熱帶國家所用 文號 Dennis為Locensus 攀任學校倉辦人 出身自處藝世家 Dennis是小儀熱愛煮食 跟隨爸爸出入廚房 回流後倉辦料Locensus Cooking Studio 教授中西空配及創意菜式 Locensus指的正是甜、酸、苦、辣、咸及愛 他深信顏色配搭、賣相造型、材料配合 是烹調的重要元素 但最重要是以快樂的心情去品嘗每一款美食 讚文 陳春彥攝影 陳忠宇Rachel Chan at hkej.com 陳春彥號式飲飾食 蠔美食教主乘下Fusion菜太式酸力蝦麵